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早安 大家好早安 回來第二節 今節就是講講關於專業的問題 但在開節之前也要介紹一下我們有什麼人 每一節都會介紹 沒錯 有湯姆、Christine、我鄭松太和譚仔推銘 譚仔今節他應該是會開聲的 因為 為甚麼呢 除了開了 開了 完結了的 你知道嗎 完結了 即是會喝完完整可以收檔 阿譚仔你現在好像跟阿蓮一樣 不是 他已經精靈了 譚仔精靈了很多 你這樣說 哇 他算是這麼壞的 阿譚仔他多才多位嘛 又推咪又成 被之前精靈了 不是 因為阿譚仔傲慢 我現在終於找到一個人身的定位 就是傲慢 就是他現在放開胸懷地接受他自己是一個傲慢的人 是嗎 我不懂 我只聽過Darling那些說甚麼傲嬌 是不是那些 是傲嬌 我不知道 不是 傲慢 我不懂 那今天 稍後一點的時間 10時半 還是10時半 10時半 10時半 就會在高等法院 有港大關於臨時禁制令的公開的聆訊 就是要處理第二個組別 因為應該是有所謂的禁制令有兩個組別 一個是直指商臺 一個是unknown party unknown party是公開的所有人 所有人 下午10時半就在高等法院做一個公開的聆訊 是 至於那個詳情 或者是今天關於港大禁制令 臨時禁制令的焦點 那你待會留意到時報的報道 因為我們都有手足可能會去過去那邊做採訪的 是的 那今節就講一講這一宗 其實這一宗我想可能大家都未必會註疑 是不是 你覺得 不是 都好像聽說了多少人 有些有些 一些媽媽 group 多不多說 媽媽 group 我覺得特別是 就是BB kingdom 都有 因為牽涉兒童受害的情況 那就是有一個案件 就是在這個前日 應該是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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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前日那時就有個屯門法院有個案件就散 關於什麼 就是2013年期間 9月份的時候 就去 2013年9月到2014年7月期間 就有一個被告人 47歲的被告人 就是 開他名字 梁佩琪 梁佩琪 那些人要開他名字 不是 這件事 在去年組織揭發 現在是審訊 現在到了審訊階段 其實揭發出來的時候是轟動的 是 因為有條片流出了在說什麼呢 就是在說這個梁佩琪 就是一個特殊學校裡面的老師 然後之後拍到他被人投訴 因為有些家長 就是兒女回到家之後發現臉有紅腫 而且後來收到匿名的影片 對 後來收到匿名的影片 拍到他拍叉著他用酒精 然後好像把學生當蟑螂那樣射叉他們 沒錯 還有罵他 又說他哭什麼哭 樣子壞壞的 很煩啊 麻煩你收聲吧 這些就是當時所謂的片段拍到的事 這是昨天在庭上播出來的內容 是的 而那個控罪呢 就是說他控告他這位所謂梁佩琪的人士 47歲就是故意襲擊7名年齡介乎6至7歲的學童 智障學童 是的 智障學童 因為本身那個是特殊學校來的 而這位被告已經離職了 但是仍然在其他學校任職的 真的應該封殺他啊 現在還還還還還 我記得啊 我記得之前是早今年年初的時候 還在說為什麼他還在教書 是啊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是比較遠一點的背景 其實這一宗說的是 這樣對待一些特殊或智障學童 是持續一年的了 是13年9月到去年7月的時候 是一年這樣做的了 接近一年的時間這樣做 到了突然間有些家長 就是他看到 再加上是有片段 接著就報警 現在就是在拘捕 但是他還是不認罪的 他昨天也不認罪 他昨天也是否認控罪的 他說他噴空氣而已 噴學童的手 就沒有直接噴向臉或頭部 是 拍照都可以否認 因為一開始的指控就是 因為看到一些片 就是用類似殺蟲水的東西 但其實那些是火酒 對著那個智障學童的臉扭面噴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噴他 我不是噴他的眼睛 我打倒噴 我噴你的耳朵 湯瑋我幫你消毒的耳朵 就是噴你面部的附近而已 就肯定沒有直接噴向那位兒童 是的 那這件事 那這件事 都未完 現在看來仍在審討期間 我們對於案件的判刑等等 我們就先不再說這麼多 但是這件事 延伸出來的討論 在Baby Kingdom 什麼事? 你開開嗎? 你說吧 近邊邊 OK 看到了 那 繼續 因為淡姐頭 剛才淡姐 我要表演一下 淡姐剛才在operator的位置 他突然做這個動作 我以為他在玩人了 我也不知道要做 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突然想跳舞呢 淡姐 真的令人覺得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就算了 看不到視像的朋友 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們說回延伸出來的討論 其實如果我們有個攝影 拍攝回頭 我們試過有一集 試過的 我做新契弟都經常做 拍攝回頭的 即是你找那個叫什麼 拍攝回頭 Airplay 就是拍攝回頭 很容易做 我得要 因為有時候我發覺 他們在睡覺 叫他們入場的時候睡覺 我不知道 是嗎 是嗎 剛才說的那件事 因為延伸出來的討論才是精彩的 因為我們看回這些資料 我特意看回 例如Baby Kingdom 網上的人的評價 有些評價 其實是 我覺得 我沒有想過 香港現在的家長 其實不是家長 有些是未成為家長 我相信 或者是正常人 有些網民的評價 有些網民的評價 然後後來有些評價 是出人意表的 是 譬如Christine 之前有跟我提過 有一個評價是說什麼 她看到的 她就說 有些人評價那個老師 她用一個包容同情的角度去說 你們如果真的有親親接觸過那些特殊兒童 或者智障兒童的話 真的很難保 你會發脾氣的 不是 這個是很極少數 極少數 主流的評論 都是 說老師沒有愛心 你這麼沒有愛心 你就不要讓人做這些老師 你沒有 想讓你一個兒子進去特殊學校 想有一個人照顧他 原來你這麼沒有愛心 你這麼沒有良心 當然 這位梁佩琪老師 她的所作所為 從影片看到 或者從CAP圖看到 她的所作所為 是人渣 是敗類 這是不需要討論的 那麼 但是主要那個習近平的評論 出來就是 她很沒有愛心 她不適合做這件事 你看到家長的說話 主要都是針對她沒有愛心 但為什麼你會覺得這麼大的問題 譬如我這樣說 譬如我剛才看到 不是 我看到那個部分 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有些Page 特別是Baby Kingdom 其實是Baby Kingdom 其實是Baby Kingdom 有些家長 她說到自己親身 譬如是跟朋友 或者是跟智障接觸的經歷 他們有些都是直指的 你跟他們接觸 在那裡把那些小小小小 尿尿尿射到你 或者譬如當你教好的時候 吐口水 她又很明白老師會很敏感的 大家都做過家長 都知道其實看了很難看的 這個老師雖然她是 找酒精射的那個小小 但是 這個做法是仆街 你明白嗎 她那個說法就是 我們都明白她是很大的壓力 但是她這樣做 雖然有錯 但是都情有可原 這樣評價 我看到那些是這樣 不是啊 我自己看到 當然 你說的那些評價 我相信也有 但是 看到你錄的那個 你看看 Discord.com很多 香港討論區 鄉土最多 鄉土最多 但通常Baby Kingdom 另外一樣 就是人渣多 人渣 報應 沒有愛心 怎麼做家長 可憐 因為其實你說 有這樣的狀況 也不奇怪 譬如有個小孩 不管她是否 就是所謂特殊兒童 需要她的特殊兒童 總之她發脾氣 不聽說是頑皮的 總之小朋友 我寄託了在某一個地方 譬如她 我信任你學校 托兒所 那你是學校 尤其是 那你那個小孩去上學 那你那些安全 各樣都是 都是學校保障的 難道我 我放那個小孩回來 還怕他會受傷 但現在 其實情況不是什麼 情況 當然有些人 腦入水 那些不用討論 但有些網民的說法 令到大家需要 即是明白 我們在說香港的文化抗共 還有其實在說香港公民社會 有時候叫做日漸下流的說法 日漸下流 怎樣下流 即是向下流 很卑鄙的意思 其實大部分的家長 都是在說 都是在批評 你做特殊學的老師 你沒有愛心就不用做 你沒有愛心就不要入行 但其實這個說法有問題 我想說 這個方法有什麼問題 因為有愛心 其實愛心是一件很虛無的東西 即是你去評價一個人 他適不適合做老師 用有沒有愛心這件事去評論 其實不是很適合的 即是譬如你 很普通的 這個女生很喜歡小到她很有愛心 即是很表面 其實愛心是可以扮出來的 你怎樣去知道一個人 是可以扮 為什麼不可以 很容易扮 好可愛 對 不是這樣 好可愛 好可愛 真的好甜蜜 你說話好甜蜜 好像經常摸摸她的小頭 真的很聰明 我這個經常見過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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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聰明老師獎你 即是很容易扮有愛心 這些為之是有愛心的 很容易扮有愛心 有愛心 你扮給別人看 是很容易扮的 即是 你怎樣為之 有沒有愛心去評論一個職業 我想說那個職業的專業 其實不是很適合的 因為其實就算是一個人很愛心 你很喜歡那個小朋友 你很喜歡去接觸小朋友 你很喜歡去幫助人 但是愛心這件事是會燃燒的 即是你做五年 消磨了會 像疫情一樣 你關鍵了一件事 你會燃燒的 就是這樣說 譬如你說做義工的話 有愛心 你真的很有愛心 或者對社會 其實很有空 做義工 不是 那件事是做一次的 你明白嗎 你是做一次 我覺得他很有空 但是當你要做一個 譬如是特殊學校 又或者是一些治療師 又或者我們講得更闊 譬如人本服務 一些工作者也好 人本服務 即是對人的事 對人的服務 譬如你是社工 教士 自顧老人家家的家務助理 或者是智障 護士 護老院 這些東西就是這麼闊 我想說 譬如你剛才那些家 即是有些人批評 你沒有愛心就不要做這個老師家長 這個不是那個文化 不要做智障特殊學校的老師 這個不是那個核心 即是反而很多時候我們見到 那個批評不夠讀到 一來不夠讀到 二來反而我反而這樣想 越是有那種愛心 才是越是做得和的 因為我見過很多有愛心 所謂的 即是有愛心的人 但他們是不懂得做一份工作 即是很有愛心 很友善 即是 我不是說這些東西不好 我不是說有親這些東西的人 就不懂得不專業 而是有一些只是 是無關的 不是 有些人只是僱著做這些東西 忘記了要專業那樣東西 是有關的 但是那個 譬如有沒有愛心的關係 可能是一殺鬧或者一瞬間 因為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譬如你做義工 或者你是看到那些小朋友 你表現到你對那個 老不老二合人之老 那些 即是那種的態度的時候 其實是一瞬間 即是你做義工 你都不會是長期做義工的 是啊 不會是天天這樣做的 即是激情 有一點像激情 你那種愛心 我會說 殺那奸的那個感覺 即是很感動 很感動 突然間有一種 feel within 那種感覺 不是 你叫那一份東西 叫做專業的話 起碼就有所謂專業資格的意思 所以下一步 當你成為一個職業的時候 這個職業還在說 你是要受到一定的培訓下 你才是可以晉升這個行業的 而且你對自己有沒有那個 專業操守的要求 你都明白專業是什麼 所以那個關鍵就是 關於那個專業的討論 就是為什麼跟香港整個社會 是維持那個所謂 其實要去大陸化 或者是避免大陸劣質文化入侵的說法 因為其實通常 譬如說有沒有愛 或者有沒有愛心 是 我們自己的行 譬如我舉個實質例子 是 我們是很嫂妓的 因為譬如我們 大家知道我教什麼 其中我們是會教一些社工的同學 有時候我們 譬如面對一些學生 特別是 如果他是 收生 或者面試的時候 他會提出 有些人 是很流行的 有些同學 是會跟你說 其實我都是過來人 我以前都是 我最討厭這些 我以前都是邊緣青年 我小時候 都是很喜歡濫藥 但是我在那個長大的過程裡面 就遇到湯姆社工 湯姆社工是 他給到我 所以現在想幫生氣 給到鼓舞 給到愛我 我就明白到一個社工 它的重要 所以我希望用我個人的經歷 是去幫助其他 濫用藥物的青少年 那這些是不是死定了 周永恆也做過這些事情 周永恆 這些是不是通常都死定了 做不到 又不可以這樣說 又不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這樣說 但那個入人 入行的心態 進去之後 他要變 這個可以是一個motivation 不是 為什麼你要訓練 你要入學院訓練 譬如你覺得 我有這個經歷 或者我這件事 我容易明白一點 我做得容易上手一點 因為我這個經歷 對 跟別人說回 我也有一個說服力 這個可以只是 serve motivation 但你進去 你做一個長期 10年 20年 資深的 就不可以靠這件事 但如果你只靠這件事 這件事會害死你 就會變成那個 你會慢慢磨滅 你做得長的話 其實就不可能 是純粹靠這個 所謂的熱情 或者這種 是不可能 其實有些時候 這種也未必是屬於熱情 有些時候 你可以說 是 我有時候的感覺 我看到一些學生 我怕怕的 有些情況好像是屬罪 他未必知道自己為什麼 是不是適合做這些 譬如我舉例 我遇過有一類型的 就是怎樣呢 就是告訴你 我是單身家庭長大的 是 譬如爸爸小時候 就離開了我們 他是包兒子 然後就跟你說 所以我明白 單身家庭的 那些孩子長大的困難 和母親的困苦 我現在進來的時候 我希望就做社工 畢業之後 出來幫助一些 單身家庭的 那很糟糕 但是為什麼會說 Case by case 是的 沒錯 就算當你同樣 是因為 因為第三 譬如 父親是因為第三者 第二個女人 而離開家 但是也可以很不同 這個就是重點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很多時候 第一樣事情 大家清楚 剛才為什麼我們會 花了這麼長時間 鋪回那個新聞 就是很多時候 其實你對於那個 案例 或者一些情況 的介入 真的有阿湯姆所說 是Case by case 就是每個個案 都有不同的情況 這個肯定 這個其一 但是 水煎包 是的 水煎包 我剛才不是想說他 我忘記了他的中文名 張用行 第二樣 為什麼會說是一個恐怖 因為很多時候 他不但忽視了那個 個案的獨特之處 就是每個個案 有些特殊性 可能你自己本身 你那個 不開心 或者你遇到的困擾 根本是不同的 但是更進一步 通常這些 以個人身份 那種的 遺害 就真的是 好像水煎包一樣 他是會很主觀地 會覺得 我這樣做是對你好的 湯姆 因為我經濟過 而且我都可以 你都可以 是的 我都可以 為什麼你不可以 我以前讀書讀得這麼差 我是一個廢青 變青 晚上就只懂得出街去玩 但是現在都叫做讀到書 讀到書 讀到書都做到一個大學的老師 那我的確是中學初中的時候 成績高差 即是你說沒有自己 剛才你的經歷 是的 我還想加一些 那我這麼差 你將來都可以這麼聰明 你看看我現在 你看看我現在 我已經選區議員 你看看我現在都可以 是不是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 就是 如果選到區議員 我就真的 啊 繼續 你會把你自己的那套強行 加在別人身上 譬如有這一類型的國內人 但是不是說所有國內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剛才說 為什麼你要轉化 就是你學 如果你真的因為有這個經歷 令到你想去加入這些幫人的 或者二人為本的職業 你中間一定要有一個專業的轉化 而不是單單 我有這個愛心 或者我有這個 過內人的身份 就可以是做這份工作是做得好 或者有那個專業的資格 或者專業的操守在那裡 如果說回這個特殊學校的事件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就是當它例子 是的 就是一個案子研究 譬如你 那個女人 可能她47歲 我假設她也做了一段時間 不是一個新入職的老師 她應該都是很高興 對著一些特殊兒童 因為其實對著特殊兒童 你遇到的辛酸 可能是她們很難會 遇到你的期望 是的 而是很多事情 你要經常不停重複去做 或者 或者我可以這麼說 一個沉悶 或者 會有時間 可能比較沉悶 或者重複性比較強烈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些 愛心是幫不到你 頭的五年 過了五年之後 真的很難 不是 我可以這麼說嗎 因為其實當然是 譬如這個 譬如我們都覺得 可能她做得久的時候 很多時候說 為什麼那些學童 不能夠符合她的預期 她那個的反應這麼大 其實很多時候 往往其實是 她對於那個預期 已經是很黑板的 你想想 做了十幾二十年的時候 對於她來說就是 哭什麼啊 哭樣衰衰的 收聲吧 麻煩你收聲 你吵什麼啊 如果你 不可能不哭 譬如她對她來說 就是她在那裡哭 就是一個犯 所以對她來說 可以處理的方法 就是讓她不要哭 用盡方法 讓她不要哭 她的目的就是 純粹是讓她不要哭 是啊 或者她覺得 如果你要在這個情況 剛剛說的那個情況上面 她可以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但她也很有情緒 因為首先我們要承認 以人為本服務的工作者 他們本身都是人 人就是有情緒 這個是normal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一定會 但問題是 有愛心不等於她懂得控制情緒 而所謂的專業是什麼呢 專業就是 你需要控制你的情緒 當你遇到困難 這些情況的時候 不是 但是那個年輕人真的很不行 發了毛 扔東西 沉迷很差 但是我覺得 這裡要講清楚一點 我覺得 剛才Christine去講的 就是說 譬如關於專業那個 你 你是在什麼情況下 學會過情緒 但是我覺得 不是說劃一 為什麼這麼說呢 譬如 有些爭論是說 譬如你做醫生 是人本服務 這個肯定 但是香港 培訓醫生 很多時候 教醫生是不會有情緒的 譬如有些是具體的例子 譬如說 你不能夠 病人過身 不是 你不能夠醫治你的家人 嗯 你做手術 最好就是要找其他人做手術的 避免情緒影響了你的工作 專業判斷 專業判斷 是的 但是這件事情 又是一個負面的 可能有一個counter effect 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因為他在訓練裡面 他會習慣對待一個對象 是操控了一個情緒的 所以下下 其實他不太明白長期病患者的痛楚 所以其實要有其他護理員 是 可能醫生保持他的醫德 加上他的醫療技術 但是其實是一個機構來講 可能要有些護理員 是可以彌補長期護理者裡面的心靈 需要的照料 如果是一個好的醫療機構 就是要提供一些不同 因為其實照顧別人的情緒 都是一個專業來的 因為其實醫生的工作 是很複雜的 很大壓力 他們未必有閒下 或者有那個技術 或者那個能力 去照顧病人的情緒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理解 是一個醫生來講 所以其實 如果醫療機構 你也要提供一些人 去照顧病人的情緒 是的 就不可以純粹依賴醫生 去照顧病人的情緒 但是當然在學校裡面 現在的趨勢是有些不同的 譬如這些特殊學校 它跟以前不同的 就是譬如以前是說 譬如那個老師 譬如那個老師 他現在有吸資源嗎 因為吸資源的關係 所以其實那個老師是負責 可以有行政 照顧孩子的功課 表現 會不會有進步 面對家長 面對家長 還有那個情緒 那個學童 那個學童的情緒 還有他的管理等等 所以你去到這些特殊學校 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因為 將所有東西集中 變回好像主流形式一樣 要有一個所謂的標準化 和統一整個規定 那麼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你是因為照顧情緒 或者照顧這些情況 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角色的 但是去到這些學校 坦白說 那個老師一個 那個老師一個 如果這樣說 或者是左膠一點這樣說 你又可能會明白 那個老師是會瘋的 不是,他是可以瘋 他是可以瘋的 我想說他是可以瘋 他是可以不開心 但是他沒權去責罵 以及去虐待學生 作為他發洩情緒的方法 如果一個專業的特殊老師 或者好像我經常 就是治療師 要長期接觸一些特殊兒童的 你情緒爆炸的時候 你要承認 你現在要爆炸 Ask to leave the room Ask for help 這個是正確和專業的做法 但是 我想說為什麼剛才 一開始說坊間對於這件事的評論 就是這個老師有沒有愛心 但是其實正確去評論這個老師的方法 是應該他專不專業 如果你專業的時候 你就不會 因為 你知道我專業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爆炸了 我要爆炸了 我要怎樣做 我真的頂不上要爆炸 我要離開現場 我就要離開現場 我覺得你會有人幫你 我覺得你會有人幫你 你最重要這個點 這個點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去到這些人本服務的行業 就是無論你是有沒有愛心入行 又或者你是否是過來人都好 總之做得久的時候 必然是你會面對著 就是你一定是會有挫折 還有你覺得累的 但是那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所謂你serve的人 而他的 譬如這麼說 現在這個特殊兒童 你最主要serve 的對象就是特殊兒童 但是就是周邊的 意思是他的家人 其實你很多時候 剛才說的不同的職業 所謂人本服務的職業 你照顧老人家也好 你病人也好 其實就是 側近的人 他們會怎樣看待 你的專業 很多時候 現在就用了這些 剛才好像我們那個例子 那些講諸標準 就是你有沒有愛心 還有有沒有愛心 就變成了一個個人性格的問題 就是我 某程度性格上也是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 就是 你不是變成一個機構 不是你的挑戰他 是一個專業 你不是沒辦法把它量化 然後再把它傳授給其他人 就是我 你好像學一下我這麼有愛心 我很難教你的 你看我多有愛心 我很有愛心 你學一下我吧 這些就叫做有愛心 你很難教到給別人的 你就算 不要說批評那個 你訓練那個 你訓練那個 你怎樣去教人 很多時候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變成我們的社工 是會流於那個形式的 你要訓練一個人 有愛心的時候 就會教你 有什麼做法 就變成做一些表面功夫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最擅長做這些 我的同事都是這樣的 走過來 我最近怎樣 很久沒見 沒有 你又怎樣 我們那天階段表現多好 你明白 但我前提是 大前提是 旁邊那個人是淡仔 他跟你打招呼 喂 陳先生 不是 他通常是這樣的 陳同學很久沒見 最近怎樣 很久沒回來 多點回來探望我們 但明明我是姓鄭 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就是留意那個形式化 那個講法 但其實 Christine 說的一件事 當你作為一個從業員的時候 特別是人本服務 你是要承認自己的不足 你要清楚面對自己的問題 承認自己的不足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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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同事來幫忙 爆鍋 不是因為 因為那個小朋友 你要爆鍋 不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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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他是長期的 他不是一天 他是幾個月都可以 他都是這樣 到這一刻 我覺得自己很不足 去到那個時候 為何教了你幾個月 都沒有改善 那個時候 我是有點崩潰 為何我做的 他都做不到 我都是要求幫忙 有時候 你會承認這些狀況會發生 所以為何說 今節的重點 那個情況是甚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 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很多時候 都是講規則 希望有些程序 或者有些指引給你去遵從 但是關於那個專業的討論 不是說你是叫做 喂 我是話事的 我說甚麼就說甚麼 我是醫生 你不是 你閉嘴 不是說我是語言治療師 或者我是一個特殊學校的教師 於是我有權 去叫這個年輕人 你做甚麼就做甚麼 不是這樣 這種看法其實很大陸 就是整個 整個 我們就是 整個學科講 很負權式 但是專業不是這樣 專業應該是多到一個 另外一個角度 或者另外一個板塊 就是Christine所講的那個板塊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專業的從業員 或者專業的治療師的時候 同一時間 你是要面對著 不斷地面對著自己的不足 那你才是可以 在你那個行業裡面 是不會這麼灰心 而且不會做到 做到變了機器 瘋了 或者 而且你會記得自己為什麼在這裡 你自己為什麼在這裡 而且你要知道 你要懂得找一個渠道 自己發洩你的情緒 而不是 放回到小朋友那裡 是啊 就是這樣也是很重要的 你能不能夠保持自己的專業 你沒有試過你 你沒有試過發瘋 是的 有啊有啊 真的會的 會想哭的 你會做到很想哭 然後你就真的哭 但是在你哭之前的那一秒 你要找人幫你 是啊 立即叫人 好 那我們這次時間差不多 第三節回來 我們就會訪問台灣的成功大學的政治系教授 梁文涛 就談一談這個馬集會的事情 回來再講